大家好 歡迎收看《看中國》 這一段採訪為大家請了陳常先生 陳常先生 你好 你好 Lucy 習近平最近就簽署了非戰爭軍事行動 干擾加上中共國防部長 和美國的國防部長見面的時候 大家似乎都爭鋒相對 中共國防部長好像態度都比較強硬 台灣的問題上面不惜一戰 加上習近平這個非戰爭軍事行動 其實有什麽訊息可以解釋 中共公佈了這個干擾 只是一條簡短的新聞 干擾的具體內容 到現在為止我們都未見到 所以它那個實際想做些什麽 暫時來說我們都只是憑一些經驗來推測 和憑一些國際國內的形勢來作一些分析 那是否能夠真正解讀它的用意呢 我想現在大家因為只有一個條例的浪 還沒看到它的涵是什麽 所以大家現在似能夠都是在一種推測和判斷的基礎上來看這條法例 我自己的第一直覺是什麽呢 它的對內成份是相當之強 怎麽知道對內成份呢 我們看下中共解放軍的軍隊的性質 是經歷了一些變化的 這些變化可以從中共歷年來那個軍隊政治工作條例 這個文件裏面是看到一些端倚 自從古田會議之後 中共在打江山的年代開始 古田會議之後開始就有軍隊開始設政治工作 它每幾年就會更改一次政治工作的綱要 從這個政治工作的綱要 你就看到它不同時期 它有不同的質重點 我不要說到那麼遠了 總之我講我的一些第一身的感覺 在六四之前 中共的解放軍所強調的 都是這個鞏固國防 以及為這個社會主義制度 是提供堅強的基石 類似這樣的字眼 從來沒有一個對內的因素在 就是解放軍的任務 從來沒有說要提到要有對內的功能 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 跟著修訂的政治工作條例 就開始出現 除了鞏固國防之外 還有就是鞏固共產黨的執政 當時我記得我自己看到這個條例的修改之後 我的第一感覺就是 中共的軍隊從此就由國防軍 轉變為黨衛軍 這個就是在1991年 六四鎮壓之後兩年的政治工作條例 就突出了這一點 好了 這個我覺得是一分水嶺 中共的軍隊由一個對外為主的武裝力量 變為開始有對內的功能 這個這樣的傳統 就一直由1991年開始 一直傳下來 1991年之後歷屆的政治工作條例 都有這個內容 就是說 除了國防之外 還有對內的功能 最能夠說明這個準確的表述 就是在2010年這個胡錦濤時代 就是作一個明確的規定 在2010年的政治工作條例那裡 就講明 我也引述他的關鍵那幾句說話 中國人民解放軍 在新世紀新階段的歷史使命是 為黨鞏固執政地位 提供重要力量保證 然後你看 這是第一個使命 第二個使命是為維護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提供堅強安全保障 第三就是為維護國家利益 提供有力的戰略支撐 為維護世界和平 發揮重要作用 這個就是 經過1991年到2010年 這10年 將近20年的發展 明確地解放軍的首要任務 是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為了鞏固它的執政地位 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證 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證 然後 第二個才是為國家提供安全保障 所以 就是說 由1991年開始 這個國防軍變為黨衛軍 就一直這個傳統沿襲下來 好了 那為什麼要作一些這樣的轉變呢 就是將軍隊的角色 將它黨化呢 我相信 就是因為這個六四事件 和蘇聯東歐崩潰 跟著它承認美國會通過顏色革命來推翻共產黨 所以 認為軍隊的首要使命 就是為黨鞏固執政地位 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證 很明顯 這個就已經有一點變質了 國防軍變黨衛軍 好了 那有一個這樣的背景 我們再來看現在這個習近平 軍隊非戰爭 軍事行動干擾 我就覺得這個軍隊已經又再一步變質 從黨衛軍變成習近平的私人保鏢 就是為它在二十大貿球連任做一些準備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我覺得現在這個非戰爭軍事行動干擾 是吸收了之前幾次的解放軍出動的一些漏洞 最明顯就是填補了六四事件 調動解放軍 本身是違背中共自己規定的一個漏洞 比如說 以前 即六四之前 規定解放軍出動 必須要有軍委主席和軍委副主席聯名才可以出動 我們知道軍委主席就是鄧小平 軍委副主席就是趙紫陽 那你趙紫陽不簽名 嚴格來說是調動不到軍隊的 那所以呢 大家都知道 三十八軍的軍長 徐勤先就拒絕這個出兵 當時他拒絕出兵的原因就是 軍隊的調動 是需要這個 除了軍委主席之外 還需要副主席 趙紫陽是這個簽名 因為沒有趙紫陽的簽名 所以他不肯出動 當然徐勤先後來就被軍事法庭處罰了 坐幾年牢了 但是這個是一個漏洞 就是說你將軍隊 一支戰士 用來對外戰爭的軍隊來實行這個內部鎮壓 這個本身是違反了解放軍原有的規定 是吧 所以他需要保持這個漏洞 假如現在有這個非戰爭軍事行動出來的時候 可能就是說 在某種情況下 關於主席就可以調動了 就是不需要副主席附簽 或者什麼其他東西 有什麼其他阻滯 就一個人簽就夠了 會不會是這樣的情況呢? 我覺得 由於過去曾經有過這些這樣的 發生過這些漏洞 所以他可能會覺得需要彌補這些漏洞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習近平的清零政策 是使得有一段時期 上海出現軍隊維穩 很多軍隊掉進了上海各區維穩 這個明顯是屬於非戰爭軍事行動 這些你沒有一條這樣的條例來方便他這樣做的時候 很可能會將來被人挑戰你軍委主席調動軍隊 就是那個似乎不是很合適的 調動軍隊來做這些維穩的工作 所以如果是為了保持這些被人攻擊的把柄 他索性就是一個非戰爭軍事行動的干擾 明正言順可以這樣做 必要是可以調動軍隊來做一些鎮壓平民的工作 還有一個就是說 現在在二十大前夕這個敏感的時刻 習近平自己面臨被削權的狀況 他會不會謀求用軍隊來震服一些他的反對派呢? 這一點是不能夠忽略的 因為在中共歷史上面 憑直軍隊的實力來進行政變是有這樣的歷史的 有這樣的例子 所以會不會就是說 習近平也都想藉著他能夠在非戰爭狀態下都能夠調動軍隊 去震懾一些反對力量 我覺得由於這個原因而出台這件事 都是可以解釋得到的 當然我們現在還不知道他的實際情況 所以大家都有猜 當然現在關於這個干擾是對外的 也有很多說法 比如說 聯繫到最近中共宣佈台海不是國際水道 很多人都分析會不會就是因為它不是國際水道 是屬於中國內部的事件 所以我派軍隊去中國水域裡面 去進行一些檢查 搜索 保衛 這些就是屬於非戰爭軍事行動 所以也都有人從這個角度來解釋 但是很明顯呢 我覺得當然對內對外都有這個可能性 但是我就憑過去中共軍隊 那個政治性質 從國防軍轉為黨衛軍 這個歷史經驗 再看看現在會不會變成習近平的私人這個保鏢 我覺得有鑑於曾經有這樣的前科 所以我也都不排除 這個是對內的目標的可能性 當然現在這個一出來大家都在猜 它會不會用非軍事 非戰爭行動 非戰爭軍事行動 用一些頂帽來掩蓋它這些實質的侵略 或者是軍事行動 大家都提到好像訪後這個俄羅斯 明明是入侵烏克蘭 它不叫入侵 它叫特別軍事行動 那你可以避過了很多戰爭的責任問題 追究的問題 我不是侵略別人 如果是照版主席的話 將來中共就去真正有詞 說我都不是戰爭 我是非戰爭的軍事行動 所以我覺得就是兩種可能性 兩種解釋 我覺得都成立 祝你 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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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